台中市后里动物之家与环保公园是近期亲子踏青的最佳去处 但是因为这地点地处偏远又没有公车经过 所以游客都只能选择像是开车或者是步行前往 但偏偏这个路段是有很多砂石车经过的 民众就算是开车也感到非常害怕 所以市议员陈青龙就争取要建置U-bike来解决游客的不便 拿出一张悠悠卡逼卡上去自行车就能随时使用 在这地处偏僻的后里动物之家设置了公共自行车站 不仅编民许多也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因为后里最近其实在发展观光的地方 所以现在蛮多地方都观光客位在假日的时候会特别多 所以有U-bike会对于外县市会方便更多这样 自从后里动物之家全新升级之后 白色外观如同皇宫的建筑 打破一般收容所脏乱的印象吸引许多游客参观 也让浪浪找到了温暖的家 而邻近的环保公园更是亲子踏青的好去处 但因为在偏僻大甲戏盼提南路 两地离最近的公车站排有1.5公里 步行就需要20分钟 游客都只能自行开车或骑机车前往 可是该落断又有许多沙石车呼啸而过 民众开起车来也胆战心机 因此市议员陈青龙就向交通局争取 增设了12台的自行车站 两个景点之间的环境串联起来 骑Ubike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点 尤其我们环保公园这边 跟东方之家这边有一个秘境 我想是目前可以让我们很多民众 在这两个景点间来欣赏 来旅游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串联的交通工具 目前自行车站已经完成设置 游客可以安心骑乘 畅游两地 名单也预计在划设自行车的引导标示线 盼能够为当地打造新的观光景点